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继续关注和探讨 镇江退伍老兵维权事件 这件事从19号开始到现在 已经持续了超过一个星期 在这一个星期的抗争事件当中 双方力量消长 轨迹特别的明显 首先是一个小的部分的老兵抗争 引起了全国老兵的共鸣 大家从全国各地赶到镇江 来进行声援进行支援 镇江聚集了大量的数千人 到一万人的这种老兵队伍 还加上周边民众的这种支持 现场是非常的壮观 但是中共它也没有选择 它采取了三种措施 三个措施来平息这一场运动 首先它是在镇江周边的 这个道路上面设置了光卡 阻止全国各地进镇江深渊的这些老兵 让这个镇江深渊老兵的这个队伍 没有办法继续扩大 第二个呢 它是从周边调集他们的警力 据说是调集了将近有两万人的武警和警察 来到现场在人数上面形成了 对这个现场抗争老兵的人数上的一个优势 第三是进行信息封锁 很多现场老兵他们没有办法用手机 用微信用QQ把这个现场抗争的这个图片和录像和文字传出来 所以这两天我们得到的现场抗争信息非常的少 然后他们就是用优势的人力 还有装备对老兵进行分割 一部分人呢 他们把他们关进了学校 一部分人呢 送进了这个医院 还有一部分人呢 堵在了旅馆 那然后用大量的这个政工人员 维稳人员 劝说强制这些老兵呢 各自回到自己的原籍 从现在看起来 如果是我们这个老兵抗争的这些组织者参与者 他们不调整 不调整战略战术 那么可能这一次事件就已经进入了尾声 老兵抗议啊 他们有一个天然的优势 首先呢 这些退伍老兵呢 他们在过去长期的这个军旅生涯当中啊 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大家过去啊 那么多年一起住一起吃 有些甚至还一起打过仗 那种战斗友谊 那是终身不灭的 这种战斗友谊 在这种维权事件当中 那就非常非常的这个有用 那第二个呢 是组织性强军人嘛 大家都是听从命令 服从命令惯了 没有组织性呢 就是他们的生命 退伍之后 大家也保持了这种习惯 所以我们从这个 退伍军人维权的这个现场看起来 大家这个排队排得就很整齐啊 号令严明啊 第三个是他们全国联动 那因为退伍军人他们参军的时候啊 是来自全国各地啊 然后退伍了之后啊 又分散到全国各地 那么全国各地都有 退伍军人的联议的这种团体 那所以一方有难的时候啊 就八方来支援 那这就是退伍军人的 他们的一个特色 他们的这个维权的 是超出于其他社会各个抗争群体的天然的优势 但是呢 他们也有劣势 也有弱点 弱点在哪里呢 军队呀是这个中共洗脑 最严重的是一个重灾区 所以现在即使他们因为呀 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中共的侵害 站出来抗争 但是对这个中共还是抱有幻想 实际上老兵呢 对他们和中共之间的关系啊 就根本没有搞清楚 中共就是一个强盗集团 那老兵过去在当兵的时候 那确实跟中共是一伙的 是中共啊 他们抢劫老百姓的一个武装护盾 但是你一旦退伍了之后 你就变成了老百姓了 你就变成了中共抢劫的对象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跟他说是一伙的 他是心里面在笑你 你傻的 谁跟你一伙啊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你还要告诉他 你赶紧把抢劫的东西还给我 要不然呢老子叫你好看 老子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那个时候中共他就会呀 认真的考虑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要应当这么说呢 是因为老兵这个身份地位 特别的特殊特别的敏感 他们虽然现在是老百姓了 但是他们还有一批人 现在正在中共的背后啊 拿着枪在保护中共 中共是靠暴力来维持的 那个暴力啊就是由这部分人提供的 是他们 他们是中共这个政权的最后的依靠 而我们老兵跟他们是有联系的 我们是可以影响他们的军心的 只要我们对老兵 只要这些退伍老兵 告诉那些现役军人 告诉他们我们的现在就是你们的未来 所以不要为他们卖命了 那个时候啊中共就会怕他要死 那个时候啊那些现役军人就有可能呢 调转枪口 对准中共 你说那个中共啊他会不会害怕呢 所以说老兵一定要一定要改变这个策略 一定要改变这个策略 改变的策略才会赢 老兵维权呢还有一些啊在战略上面还有一些值得改进的空间 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啊 老兵维权从刚开始的分散的独立的这个地方维权 一直发展到后来全国联动 去年呢全国联动啊 现在已经有好几次了 这形成了一个新的模式 这个模式啊在一定程度上是非常有效的 是会形成全国性的这种热点事件 那就是啊他们是集中优势的兵力啊 集中把全国各地的老兵集中到一个地方 去年呢是两次进京 今年呢第一次是在落河 第二次呢是在正江进行全国性的聚集 这个聚起来是非常有好处的 但是聚集起来不容易 那很多人呢是去不了现场的 那么聚集起来的人数啊也就受到了限制 我们的人呢达到几千上万甚至是两万 这个时候啊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 但是中共他们有他们的这个庞大的维稳资源 他们可以调动周边的警力 在人数上超过我们 然后呢把我们呢这个风这个风格包围 然后遣散 我们这个抗争呢就被他们平息了 那怎么样化解这种危机呢 那我们可以有几个办法 第一个呢就是先聚后散 聚是必要的 形成一个对全国关注的热点 但是呢当我们的队伍不能够继续扩大的时候 我们就要散 怎么样散呢 我们是要有组织有秩序的主动的散 我们散到先聚了以后形成一个绅士之后 再散到全国各地进行动员 让他遍地开花 我们聚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他们可以把我们包围为风而至之 我们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时候 他们怎么样包围我们呢 他们没有办法 还有第二个选择呢 就是运动战 大家在军队里面干过 当然就知道我们面对优势敌人的时候 我们不能跟他打阵地战的 我们一定要转移阵地 进入运动战 在运动当中啊 消耗他们 拖垮他们 消灭他们 维权这种政治战争呢 同样也是 当我们的这个人数啊 达到了顶点啊 已经达到了一万人 两万人 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再继续增加的时候啊 那对方的他们人数上超过我们 他们的这个装备上面超过我们 那个时候我们就避免和他们发生正面的冲突 在正江我们不是打不过他们吗 我们就转移到南京 那正江市政府不解决我们的问题 我们到省政府到省委去解决问题 我们一夜之间就到了南京 包围了省政府 那个时候啊 要求省政府省长省委书记啊 出来跟我们对话 如果是在南京还解决不了问题 他们又继续调动庞大的警力 要想来包围我们的时候 在他们在完成这个合围之前 我们又迅速的转移 我们这次去哪啊 去北京 你看他们怕不怕 他们一定怕得要死 我们反复的这样子来几次 就把他们拖垮了 他们就根本就疲于奔命 穷于应付 这个时候我们就有取胜的希望 当然最大的最好的一个策略 就是我们要向全国 其他社会阶层的各个抗争群体 向全国人民发出一个呼吁 让他们一起来参与我们维权 不仅是声援我们 也要这个大家把各自的利益诉求提出来 把各自的想法说出来 大家一起来维权 大家互相声援 大家互相扶持 形成一个全民共振的这种局面 那个时候啊 我们的这个老兵抗争的群体 我们就会成为全国人民的领路人 成为全国这个抗争的领头羊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有了力量了 那个时候啊 任他有多少维稳资源 任他有多少人这个警力 那个时候都不够用 我们有14亿人 我们只要14亿人里面的 1%上街 我们就是1400万人 1400万人 他哪里去找这么多警察 我们如果是有10%上街 我们就有1亿4千万 他到哪里去找那么多警察 那个时候我们就有绝对的优势 那个时候啊 他们就必须得向我们屈服 他们必须得跪在我们面前 他们必须得答应我们所有的要求 这就是最后的取胜之道 所以这就是全民共振的取胜之道 当然这一次呢 这次郑江的这个退伍老兵的 这个组织者和参与者 他们能不能够接受 能不能够接受这样的 能不能够做出这样的战略战术的调整 我不知道 我们没有办法确定 我们没有办法确定 但是我希望全国各地的民主同道 维权同道 大家希望大家认真的考虑 从每一次事件当中啊 这个吸取教训 那积累经验 把每一次的维权当做一次啊 这个为未来做实力的一次积累 怎么样积累呢 就是当维权事件发生之后 我们要迅速的介入 要跟那些参与者 那些组织者建立起联系 要结成友谊 形成团队 这一次被平息了 这一次失败了 不要紧 我们只要 我们这种联系还在 我们打散了 还可以重新迅速的再聚合起来 我们的这个利益诉求 我们的这个理念没有得到实现 我们就继续推进 非常快 非常迅速的 我们就会形成一个全国的 各个阶层的 各个地区的 这样的抗争群体的 抗争力量的大联网 那个时候 我们一旦动员起来 那就是全民一起上街的一个局面 那个时候 那就是中国改变的那一天 那就是所有的人 全力得到保障的那一天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